大家好 又來開始寫這個梨花絲 我最後在寫這個他後面的五手 喺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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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这梨花丝一手丝大概就是三行 如果有两行的话它就是有问题 这以前我连过 连过是用这个四节 很大本 以前是这个 就是黑白那个拓板 它这个是书血板 很高兴 感谢观看 这笔是8B的笔 就是一般在绘图用的笔 美术课用的笔 感谢观看 这个铁的话 它的笔很淡 所以我在粘的时候也跟随着它 就是比较淡 用力比较小一点淡淡的 有些你们会觉得奇怪 怎麼會筆的話不會鈍掉 因為我這個寫的方式是用鈍筆的方式去寫 鈍筆的話應該來講它的筆畫會很粗 但是我的話可以粗細都可以 因為鈍筆它在前面的話在寫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種鈴角 所以寫的時候它磨損的話 就會有鈴線鈴角的這樣的方式 那我在寫的時候就是利用那個鈴角 就在兩面在寫的時候 那個面的旁邊最旁邊那個角 所以它能夠寫寫細寫出都可以 在寫出的時候我就會寫出寫細的時候就是會 就是要移動這個筆鉛筆的角度 但是移動的角度的話大概也在這個二三十度之間在移動而已 不會轉到後面去 那鮮筆那鮮筆的寫出來顯示的話 它也是有一個角度 前面看起來的話就是大概是四十五度的 就是磨損的角度這樣子 那這一個的話 我剛才講過說 它這一首詩的話大概是三行 但是這一個的話它就跳過 不知道為什麼會跳過 方追悠長克蘭魚 肌肉花錢寫魚 再跳到這邊來 這邊被跳到這邊來寫 這邊 我再用這個比較方便 寫魚 這一個跳了 這個跳掉的 這一個這一季的話 遮末餘風渡短橋 它這一個部分的話是 又是跳掉的 跳到從到哪裡來呢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應該在這個後面 梁細老化先不常 賣一膝春酒洗淋妝 荒魂魏族東風願 遮磨游風度短牆 三行才是一所 所以這個刺繫弄亂掉 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 應該來講 如果是原來的話應該不會是這樣子吧 但是以前我臨鐵的時候是它是那個鐵 它的鐵的話它就刺繫很好啊 但是它的鐵的話是是黑白的那個那種鐵 拓印的鐵就是那個印出來的鐵 那我們繼續寫 還有四五個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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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